我們也承認選務人員很辛苦 壓力也很大 但是很辛苦壓力很大 不可以掩蓋其中有作弊的嫌疑 人民不可以質疑嗎 人民沒有權力質疑嗎 憑什麼一質疑 你就要把別人遺送減掉 你想製造寒殘效益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當官的 用提告用遺送減掉 去威脅人民 恫嚇人民 不准人民質疑 這種行為 我給他三個字 叫做 我再給他兩個字 叫做無恥 要開始我們就告 請25位跟我聯絡 我義務幫大家打這一場 好 太好了 我義務五位 25位 人民 來告李自勇 大家好 昨天啊 中選會李靖勇 移送了 25件 25件 到檢調 他想用提告 來恫嚇人民的權利 這是非常可恥的行為 可恥 這是開民主的倒車 這個是心虛的表現 我今天直接向李靖勇喊 你也可以來告我 你也可以把我移送啊 難道人民沒有質疑的權利嗎 台灣號稱民主的 民主的勝利 我請問你 到了2024年 我們的選舉 大選 還發生這麼多 明顯的疏失 我用疏失兩個字 是很客氣的哦 如果這個疏失 被發現 是連續性的 組織性的 系統性的 我們質疑他做票 當然就是人民的權利吧 對 你憑什麼 把這些質疑的人 去移送檢調 用提告來鬥克 這是一個民主的行為嗎 這樣的一個 中選會的主委 沒有什麼叫經過的 他只有一條路 就是下台負責吧 在這一次 被指證立立 斑斑可靠 有那麼多 選舉 選務上的 選務上的缺陷 而且在場 監票的人民 提出質疑的時候 不更正 不理睬 甚至高姿態的 敬怒刺 直接賀斥 監票的人民 干擾選務的進行 你不認為這些行為 充滿了 反民主的 威權的霸道行為嗎 對 你聽到下台 我具體的 談幾件事情 很多棟哥 剛才都提到 依照 中選會的規定 依照 選罷法 在 檢票 唱票 開票 計票之前 你能不能 關閉 門窗 當然不可以 你關閉 門窗 就會被 懷疑 你可能 要在裡面 搞鬼 這明顯 違反的規定 好 可是有沒有發生 有 有發生啊 好 第二個 你在 開票 唱票 計票 之前 你能不能 把所有的選票 都倒在桌上 號稱在選票 可以嗎 可以 你這個動作 明顯的 就會被質疑 可能 在作弊吧 會 這個不是一句話說 選務人員很辛苦 要體諒他 不能懷疑他 就可以一筆帶過的 所以 貨票也可以很辛苦 當然啦 第三個 你要不要宣布 今天有多少人領票 一萬七千個投開票所 你在開票之前 當然要告訴大家 有多少人領的票嘛 我們明顯的從影片上看到 有投開票所 沒有 沒有向大家報告 有多少領票的人數 都沒有 空票 而且被發現以後 還 問過是非 告訴你 沒有這個規定 想要忽悠民眾 你不覺得這個行為 非常的可恥嗎 可恥嗎 沒有 我接著再說 你們在整個 開票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發現 其中有個 投開票所 還有個票箱 裡面被懷疑有個白色的夾層 而從白色的夾層裡面 掏出了許多 非常新 沒有折痕的選票 對嗎 對 你不覺得要給人民一個交代嗎 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在投票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是 蓋好了張 吹乾了以後 我們會折 然後放進 投票箱 對不對 怎麼可能從白色夾層後面 拿出來的一堆 都是沒有折痕的選票呢 太離譜了 這事實上是離譜 非常的離譜 大家不要把它視為小事哦 一萬七千個投票所 一個投票所 若發生了十個 十三票有問題 那就是多少 那就將近二十萬哦 就將近二十萬哦 好 再者 你們明顯的看到 在唱票 跟計票的過程裡面 有唱票的說 一號柯文哲 登記的是 二號賴清德 有人說 三號侯友宜 登記的是什麼 也是二號賴清德 有人唱 二號賴清德 那還是賴清德 永遠都是賴清德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不是一個開票所啊 好幾個開票所 都出現這個問題啊 好 昨天 有一位民眾黨 基隆市黨部的執行長 叫李家豪 李家豪沒來哦 李家豪昨天很認真地查出了 許多具體的 投開票所 在計票過程裡面的錯誤 跟明顯的矛盾 還有 綠媒啊 在攻擊李家豪的動作 說有政治上的黑手 結果 結果後來中選會 他承認他做錯了 至少有五個 李家豪舉出來的實力 中選會 承認錯誤 做了更正 但是中選會很無恥的說了一句話 他說只有這幾項嘛 這是個案嘛 不是通案嘛 我要提醒大家 中選會承認這五項錯誤 是被李家豪 具體提出來 無得抵賴 他才承認錯誤 那沒有被提出來的呢 還沒有被發現的呢 你要不要進行 全面的大驗票 2004年 我當時為了全民大驗票 還衝撞了法院 後來還坐了牢 但是至少換來了 全民大驗票 在台灣史無前例的進行 即使在當年 莫名其妙的發生了 無比我 怕有些儲藏選票的 票箱的 儲藏商庫 吐了一些失火啦 燒得一杠二禁啦 湮滅證據啦 也有在裡面 做了很多的手腳 還說不能夠驗 選舉名冊 即使在這樣情況之下 當年聯送的選票 都返回來了一萬多票 所以 有沒有 當我們發現 這一次的選務出師 有這麼多的時候 中選會 你要不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你要不要考慮 做驗票的動作 這一點 會涉及到 剛剛等一下 張金律師可能會提 他可能涉及到 選舉無效的問題哦 我覺得我們可能要提出來 選舉無效的訴訟哦 當然 我們也承認選務人員很辛苦 壓力也很大 但是很辛苦壓力很大 不可以掩蓋 其中有作弊的嫌疑 人民不可以質疑嗎 人民沒有權力質疑嗎 有 哦 憑什麼一質疑 你就要把別人移送檢調 移送法辦 你想製造寒殘效應 李俊勇單單這個行為 他就沒有辦法做中選會的主委 他就應該滾下台去嘛 你還有資格 做中選會主委嗎 你還有臉 待在這個位置上嗎 法辦 只有一條路嘛 你下台負責嘛 法辦 然後請 張俊律師 帶著我們 提出來選舉無效的訴訟嘛 我們要求驗票嘛 因為現在我們發現了 太多的個案 我們沒有辦法確定 個案的後面 有沒有系統性的操作 我們不知道 目前不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做跳躍性的推理 但是 有這麼多的訴訟 有這麼多的選舉上的錯誤 這些錯誤 這些錯誤 是有意的 還是無意的 我們要了解啊 我們希望全面的調查 李嘉豪提出了五項 中選會承認五項錯誤 那沒有提的呢 沒有提的投開票所 難道就沒有錯誤嗎 難道就沒有問題嗎 那好幾個李的投開票所 明顯出現了矛盾的情況嘛 有民眾黨 政黨票 得票是零 而柯文哲得到幾百票 而也有民進黨 他的政黨票是零 而賴清德也得到好幾百票 不合理嘛 這個明顯 在選務上有嚴重的錯誤嘛 我說過嚴重的錯誤 是疏失 是缺失 還是有意的 我們需要 需要來認定 進一步的認定 對不對 所以我們 不在這裡 斬釘截鐵的說 他一定有做票 但是選務上的疏漏 選務上的錯誤 是必須承認的 尤其要譴責的 就是為什麼在場監票的人民 提出質疑的時候 投開票所的主任管理員 採取高姿態 自知不理 甚至予以怒斥 更可惡的 就是中選會高高在上的李靖勇主委 你以前 在黨外時期 你也號稱 你受到了很多壓迫啊 還怎麼現在 習慕熬成婆 做了中選會主委以後 就換了一張臉呢 我最看不起的 就是當官的 用提告 用移送檢調 去威脅人民 恁嚇人民 不准人民之一 這種行為 我給他三個字 叫做反民主 我再給他兩個字 叫做無恥 謝謝 謝謝 各位朋友 我是張靖律師 依照總統 我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蕭美琴的資格問題 這個依照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105條的規定 如果有資格不服的 候選人 可以以當選人為被告 於任期屆滿前 都可以提當選無效之數 所以呢 在四年之內 都可以提當選無效之數 這是針對候選人的資格的這個部分 是當選無效 那第二個部分是 總統無效的部分呢 也是只有候選人能夠提 但這個呢 提是要從 總統當選公告 15日內要提 我剛剛查了一下 目前還沒有公告 等到公告後 15日內 如果針對總統選舉要提 選舉無效 必須要在15天內 剛剛那個當選無效 是可以在任期內 不過 這兩個無效 當選無效 跟選舉無效 針對總統的部分 都必須要由 候選人 來當原告 那目前看起來 最 最能夠提起的是 國民黨的候選人 所以我在這邊 要跟國民黨 要跟國民黨喊話 侯友宜能不能夠提 當選無效 不分區的部分 我希望我們16個政黨裡面 排除了一些比較偏利的 或者民進黨之外 大概至少有10個到12個 看我要呼籲 我們所有的政黨 可不可以聯合起來 一起來提 不分區立委的 不分區立委的選舉無效訴訟 至於第四種是區域立委 的當選無效 那要由各個區域立委 在應該是60篇內要提 有關這個部分呢 是屬於區域立委 就要由各黨自己去提 但是不分區的部分 我現在聽說那個基隆的 就講的都大概講的是 不分區的部分 不分區的部分 也可以去提 第五個我要講的是 中選會把25人移送法辦 在法律上這個叫做告發 這些人只要25人 所提出的證據 足以證明它是事實 我認為李敬勇就涉嫌無告 就涉嫌無告 沒有關係我們就告 請這25位被移送的 未來你可能在10天20天30天之內 你會收到警察局給你的通知 或調查站給你的通知 或者是地檢署給你的通知 請各位跟我聯絡 請25位跟我聯絡 我義務幫大家打這一場 太好了 謝謝張建律師 我義務為25位 人民來告李敬勇 自訴他無告罪 我今天能夠發揮的影響力 總統的部分我真的沒有影響力 我們只能呼籲國民黨來做 那不分區政黨的選舉無效 我們司法改革黨 我也希望所有願意參與的政黨 我們一起來提 不分區政黨的選舉無效訴訟 另外也呼籲如果認為有當選無效的 就提當選無效是說 對區議立委的部分 我把法律的層面跟各位報告 最後我要說的是 我們今天的中選會主委叫做李敬勇 其實我根本不稱他主委 因為他根本不夠格當主委 這種人叫做朽木為官 禽獸實錄的 這種公務員 就是國之辭也 就是一個無恥 就是一個 壞蛋的公務員 我繼續要在這邊說 壞蛋 因為壞蛋就是不明事理 不講事理 叫做壞蛋 有關違法的部分 我會跟棟哥保持聯繫 我們盡量收集各地 所有違法的各個投開票所 累積到一定的數量 但是因為選舉無效訴訟 必須要在15日內提起 過幾天可能就要公告了 希望各位 包括監票聯盟 包括各個監票出去的 這些監票人 以及一般老百姓在現場 發現違法有經過錄影的 請把這些資料匯整 請這些資料提供給我 或者棟哥 我會跟棟哥匯整以後 看看怎麼樣來幫大家打 至少可以打的是 不分區政黨的選舉無效訴訟 也可以幫一些區域立委候選人 去打當選無效訴訟 我在最後呼籲國民黨 請你們的侯友宜總統 提當選無效 跟選舉無效訴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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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